师傅你好 就是事情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中午打通电话 帮了一个同修解冒 当时师傅解冒他可能会得血液病 那这个同修就是师傅也说了 他就是帮助大家放生要注意一下 就是因为这个同修就是一直在帮大家放生 然后我们就是因为是已经是做的挺圆满的了 然后就不知道就是哪一个方面出了一些问题 还是说就是让同修就是完全的不要去组织放生了 不是组织放生 他肚子里最清楚啊 他有财务不清的话 他一定会生这种病的 现在收人很厉害了 凡是现在炼财 我告诉你 国家政府都在收 何况这种学佛的呢收起来更快 听不懂啊 听得懂 他在那里跟你们讲没有用的 他说我没有没有没有用的 生了病就是铁症了 我告诉你 听得懂了吗 好的明白了 那关于就是他放生的问题 就是当天有一个有同修梦见在一个黑黑的森林里 我们放生的人在一起 然后同修一个同修就拼命的在算钱 想把钱算平 然后另一个同修就很生气在讲我们 大家都很紧张 有人通缉我们 我们拼命逃 我们每个人都很害怕 然后一个同修在想 我们是不是放生敛财了 然后那天 其实那天放生完以后 有个同修就是求菩萨 如果他们做的放生有不如理不如法的时候 然后就拜托菩萨 抽梦给同修 然后就做到这个梦了 好了 还要讲啊 还要讲吗 你告诉我还要讲吗 嘴巴里说很圆满 他自己有没有练才到肚子里最清楚了 不要跟别人讲的 好的明白了 感恩师父 那么负责组织的同修应该怎么忏悔 其他就是帮忙的同修应该怎么忏悔 很简单 每个人有这种事情的话 全部自己要忏悔 而且自己大概算一算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多少 要拿出来再放生 去别人放生 他这个罪才算化掉 你听得懂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除大事 你叫他这憋好了 要死掉面子好了 我没有我没有 等到癌症生出来了 人都走了 到下面去跟阎王老爷去说吧 没有 好的明白了 感恩师父 那么请师父开示一下 这位同修上次 师父开示这个同修可能会得血液病 那么这个同修应该怎么放生 许愿多少条鱼呢 我告诉你 首先要忏悔 忏悔自己过去做错的事情 然后要把把如果万一有算不对的是钱 马上拿出来放生 替人家放生 明白了 如果这个就是中间有放生的钱算不对 但是同修就是有的时候都是把钱切出来的 但是确实有钱就是算的不对 那没有敛财 绝对没有敛财的情况下 那这个同修也是要就是按照这样子做是吗 不要跟我讲 人间的事情不要跟我讲 绝对没敛财 死要面子 我告诉你 你任何一个人除了可以不对别人说 但是如果心里不忏悔的话 嘴巴里还要硬的话 我告诉你 地埔那些小鬼会跳起来的 你们都不知道 过去我帮人家看过 我下去跟他们讲 我说这个人很好 结果小鬼在被他跳 狂跳 啊啊啊啊 还要这么笑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 我告诉你 这种人马上就把他拉下去 更快 死了更快 还要讲啊 只有自己心里知道之后 不要去跟别人讲 赶快在暗中把这些事情全部做掉 跟菩萨好好忏悔 小鬼才会原谅你呢 嗯 好的 会让同修听录音 那这位同修是不是以后就不要组织放生了 他完全可以组织放生 组织放生就是说 如果他在钱财方面 自己做不干净 那就不要组织了 如果他自己做的干净 他还可以组织 啊好的 明白了 那这个同修就是 就是要花多一点的时间出来自修吗 还是另外要怎么样 要好好自修 大概这个同修几岁啊 你告诉我 这个同修明年就是29岁的关节了 因为今天师傅开市了 就是不能会走人的 我早就跟你讲过了 年纪才轻的人不能出来 不能出来组织这些东西了 看见钱 年纪轻的人反而不如年纪到的人稳得住 我告诉你 年轻的人就是钱上过不了关 还有情上过不了关 听不懂啊 明白了 当然师傅 那这个同修就是以后就是不组织放生了 就是在家里自己好好修 自己好好念经 来过这个29岁的关节是吗 我看他应该我看他应该根本没有资格了 讲都不要讲 上次一个人死掉了 我一看也是敛财 我告诉你 人都死掉了 就是不卖账 我告诉你 像现在这个同修还能被台上讲讲 还有救人 我告诉你 嗯 好的 大恩师傅 好 好 好